回到诺蓝芯片的讨论仍然在持续发酵中 这次的芯片不再像以前那样 刚一上映就能收获如差好评 不管在媒体圈还是影迷圈 这部信条似乎都充满了争议 喜欢的夸他是巨大创新 招闹神作 讨厌的便他是故弄玄虚为难观众 同时伴随着还有二刷三刷四刷 甚至九刷之后的举情响解 生又可爱 自又何谷 设身取义 同刺我 欢迎姐姐 你说句话 你父母上带王 闭嘴 那么信条究竟是一部神作 还是以此喧嚣的失败呢 相信每位观众都有着自己的答案 今天这期节目并不是想和大家讨论信条的好坏 而是想聚焦于诺兰迷宫般的叙事风格 和大家一起追溯这种伤脑属性的由来 在电影界流行着这样一句名言 其实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了一部电影 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处女座的模仿和改良 这句话放在诺兰身上是用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得从诺兰的长篇处女座 追随开首聊起 这部仅仅耗费3500英镑 由一群业余演员利用周末时间拍摄出来的黑白片 却在豆瓣上有着8.9的超高评分 为了豆瓣电影Top250第241位 是什么让这部制作简陋的影片 拥有了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让我们先从影片故事说起 影片追随讲述了一个 有着窥视癖的作家被窃贼陷害 最后被误认为杀人凶手的故事 乍听上去这个故事并不复杂 但是诺兰却用一种复杂而精妙的叙事方式 让这部影片拥有了迷宫一般的气质 那么诺兰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想拿拼图游戏来做比较 一般常见的拼图方案是根据已有的图像 一块接一块的向下拼凑 这就好比电影中最常见的线性叙事 我们总是一环一环顺着时间线观看 这也符合我们常规的认知方式 但是诺兰摆弄拼图的方式却十分独特 它是从这里拆一块再从那里拆一块 在整幅拼图成型之前 我们很难洞悉到这幅拼图的全貌 但是这种没有明确方向感的探索 不正是我们耍完拼图游戏 同时也是我们观看诺兰电影的最大乐趣所在吗 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全剧性的视角来观看追随 影片被诺兰大致分为了15个段落 原片中15个段落的时间线是被打乱的 打乱的方式其实也有其内造逻辑 稍后我们再来聊这部分 我先把时间线掰正了 带大家简要回顾下剧情 影片从警察局里面的对话开始 男主角比尔向警长交代了他所犯下的一起案件 所以接下来的故事都来自比尔的字数 比尔自称他是一位作家 喜欢在大街上跟踪陌生人 以此来搜集写作素材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比尔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 那就是绝不跟踪同一个人 但是在跟踪的过程中 比尔却不可自拔的迷上了西装阁里的科布 科布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作风独特的小偷 他主动戳穿了比尔的跟踪 还要请比尔跟他一起入室行窃 两人来到了一间公寓 科布展现了他怪咖的一面 他和比尔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对他来说 行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金钱 而是闯入他人的世界 干扰他们的生活 他有着一套独特的盒子理论 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收藏盒 而盒子里面藏着的正是主人的秘密 所以他热衷于将这些秘密藏品暴露出来 让主人重新审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两人在房间中凭酒聊天之时 房主却突然回家 科布镇定自弱的假装 自己是被中介带来的房客 迅速和比尔离开了现场 这次经历之后 比尔便被彻底拉上了贼船 为了打消比尔的顾虑 科布还提议下次的作案地点 由比尔来猜点 胆小的比尔不敢去别人家 于是故意将自己家选为行窃地点 不过敏锐的科布很快就发现 这里住着的是一位领取社会福利的无业游民 这意味着房主随时可伦归来 他对着比尔发了一顿火 接着便带比尔去到了他训好的地点 科布选择的人家有一个漂亮的女主人 比尔看着照片中的金发美人 很自然地对他产生了兴趣 两人窃取了很多金发女的物品 科布还恶作剧地将女人的耳环 藏在了乐铺下面 成功盗取之后 科布便提议由比尔将脏物拿去贩卖 之后两人来到餐馆吃饭 科布交给比尔一张偷来的信用卡 只要签上持有人来得的名字 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消费了 就在两人用餐之时 比尔却发现 第一次行窃时撞见了女主人来到了餐厅 惊慌之中 他拉着科布离开了餐厅 科布对比尔的害怕十分不满 还建议他去换个行头 回家之后 比尔便依照科布所言改变了自己的形象 同时他还开始窥探从金发女那里偷来的盒子 入迷的比尔希望能留下金发女的物品 他拨通科布的电话 说有买家愿意收购那些脏物 但是随着镜头的切换 我们却发现照片上的金发女 竟然是科布的情人 所有的这些盗窃 其实都是科布故意设下的局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比尔对金发女产生兴趣之后 便开始尾随跟踪 金发女是一间酒吧的常客 比尔在那里和他搭上了话 对于比尔的靠近 金发女其实心知肚明 两人很快就达成了一片 没多久 金发女便邀请比尔去他家中做客 他故意挑逗性的和比尔聊起内衣被盗的事 还有被偷了一只的耳环 比尔趁着金发女上楼的空档 翻看了座位下的乐谱 却没有找到被科布藏匿的耳环 不过他和金发女的关系 却有了更多的进展 此后两人便经常外出约会 比尔发现金发女仍然和前男友藕断丝连 他半打去半吃醋地询问金发女原有 金发女回答说 因为前男友是一名危险的黑老大 他曾经亲眼目睹一名欠债人 被黑老大捶碎了手指 所以他虽然不愿和黑老大交往 却也不敢完全拒绝 比尔听完解释后 却犯起了职业病 一直追问金发女之前的经历 金发女感觉自己被冒犯 生气地离开了咖啡馆 比尔追知金发女家中 向他吐露了自己和科布入室行窃的秘密 还表示希望金发女也能对他坦诚 无奈之下 金发女只好说出了事情 原来黑老大手中掌握了金发女的果罩 所以他才无法拒绝 比尔听完之后 便自告奋勇要帮金发女取回果罩 金发女行人应许 同时还叮嘱比尔不可以偷看照片 比尔找到科布 希望科布能帮他一起窃取照片 但是科布弄清缘由之后却大打出手 愤然离去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演给比尔看的而已 从科布和金发女的谈话中 我们得知了科布此次计划的目的 原来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入室行窃中 恰恰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被人谋杀在家中 而他离开的时候又恰恰被人撞进了背影 为了洗脱嫌疑 他需要再造一个类似的作案现场 从而将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 比尔正是他选中的替罪羊 比尔那边被科布拒绝后 决定独自窃取照片 他拨通了科布的电话 向他寻求建议 科布告诉他可以戴上锤子防身 比尔依照科布的建议戴上了防身用的锤子 还学着科布套上了皮手套 他潜入黑老大所在的酒吧 打开了黑老大的保险柜 让他意外的是 里面不仅有照片 还有大量的钞票 由于现场找不到袋子 比尔只好尝试用胶带将钞票绑在身上 就在比尔捆绑钞票的时候 一名小弟却冒了出来 情急之下 比尔拿锤子砸晕了小弟 接着便匆忙离开了酒吧 回家之后 比尔没能抑制住他对照片的好奇 他打开档案袋 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裹照 愤怒的比尔来到金发女家中 别问他为何要欺骗自己 此时金发女终于向比尔和盘拖出了真相 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科布设好的局 目的就是让比尔成为科布的替罪羊 比尔听完之后 决定前往警察局自首 比尔的自数到这里便结束了 警长听完比尔的自数后 告诉他警局并没有比尔所说的老夫人谋杀案案底 同时他们还在金发女家中发现了他的尸体 比尔认为这一切都是科布干的 警长却表示根本就没有科布这个人 警方搜查了比尔的房间 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金发女的物品 其中就包括那只遗失的耳环 以及科布送给他的信用卡 比尔看着眼前的证物怅然若失 这个幽灵般的科布去了哪呢 以上便是追随的15个小段落 在影片中这15个段落的排列方式是这样的 我们按照时间线将其分组 再将其进行竖形变化 就能清楚地看到段落之间的规律 诺兰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呢 这就涉及到了打开诺兰电影世界的关键钥匙 切剥德音调 切剥德音调由三组上升的音调组成 其中高音调不断降低 中音调强度不变 低音调不断增强 当三组音调同时播放时 就会给人一种无限上升的感觉 在追随的配乐中 诺兰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技巧 不仅如此 她还将这一技巧用在了剪辑上 我们仔细观察下追随的段落安排 就会发现这种剪辑方式 其实是按照切剥德音调的方法来处理的 X组剧情线逐渐淡出 Y组剧情线持续推进 Z组的剧情线则逐渐清晰 最后在交汇之中揭开了影片的谜底 这种被称为切剥德剪辑的方法 也成了诺兰之后电影的常用手法 信条也盖莫能外 与追随同一时期 诺兰还拍摄了一部两分多钟的小短片《伊领》 故事发生在一间深暗的小屋 男主角神色紧张地用皮鞋拍打着地面 似乎是在灭虫 然而衣服掀开之后 我们却发现地下藏着的是一个缩小版男主 小人和男主做着一样的动作 最后男主角拍死了地面上的小人 与此同时 他的背后却冒出了一个放大版的男主 将他活活拍死 这种类似德罗斯特效应的套层结构 是诺兰电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追随里面同样采取了这种套层技法 比尔由于未知的原因杀了人 为了转移自己的罪恶 他的精神中分裂出罪恶的科布人格 并编造出了一整套有关科布的故事 故事中的科布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他在入世行窃时意外撞见谋杀案 为了洗脱嫌疑 于是便找了比尔来充当自己的替罪羊 其核心同样是在于罪恶的转移 诺兰正是通过这种套层结构 将这个故事变成了一出无比精彩的戏中戏 信条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套层结构 只不过其结构要复杂得多 男主角的每次逆转都相当于一个欠套的故事 逐层欠套之后 故事就会变得无比复杂 这也是信条难以理解的原因之一 诺兰的这种叙事方式 还导致了另一种观影的困难 那就是对故事人物的理解 前面我将诺兰的电影 比作是未知的拼图游戏 那么我们在接触每一块拼图时 是必难以捕捉到拼图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是拼图内的人物却很清楚自己的行为逻辑 所以他们的表演里面 往往都富含了很多微妙的信息 在对诺兰电影没有整体性的东西之前 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微妙的信息 而一旦我们看懂了诺兰的影片 就会明白 信条中男二号尼尔那些略显怪异的台词 其实全都别有深意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命运 虽然动容的是他没有在命运面前退缩 而是选择成全自己命运 盖然赴死 这大概就是被勾病不懂情感戏的诺兰 能奉献给我们的最大浪漫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这期节目是否有帮助到你 更好的理解诺兰理解她的电影 要是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还望各位观众老爷 点赞投币 收藏展发 你的关注将是 持续更新 优质内容的最大动力 顺便提示大家 B站就有诺兰几部经典影片的资源 大家可以在线观看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